打蛋了 少林妙峰苏州打假寸拳的第三天 大结局来了 妙峰一行三人又是和前两天一样 来到了猎人一号家附近 猎人一号没有出来 他的哥哥出来 你直接叫你弟弟拿着三块张过来 在这边给我们验掉就行了 我们就相信了 那我把我的砖拿过来给你们验 如果是真的 然后我们这砖掉起来 你们也掉起来 你们就先打我们这个砖 再打你自己的砖 都撂起来 打了都打了 那我再问你一句话 我们退半步讲 如果说今天我们把砖给打掉了 因为你们这些天拍的视频 我昨天晚上我觉得你还是个聪明人 但我没想到你会说一句 那个什么三个砖是你带过去讲的 这种话你就讲错了 什么时候讲话 视频拍的 我不用说 那我让说你拍的视频 我现在都有视频流传 你以前三电视台五零大会 吊子打三块砖 都是我跟你准备的假装 这次少林妙峰 和匹子飞 都背着真装来找你打了 你说怎么应对怎么办 这可如何应对啊 老陈 怎么办 你说 真的 要冰块 吃起来 老陈 那可怎么办 难求 不要打 躲起来 实际主义 不行 现在全网都叫我乌龟一号了 这样 我们就使用 没人机 叫姑娘上 挑战他们就乱雷 一个字 绝 你们说 母临峰是你们安排好的 你 那你不要 我们首先不要自己对话 对 别比话直接打 对不对 所以我讲话 这个搞笑的视频谁都能拍吗 我们是 对不对 我们是军人处身 请你理解一下 我们不要讲那些东西 好不好 我们现在是 我也是 对对对 他也是 不要说对对对 战友这样讲话 咱们不要说这个 我们有没有丢军人的脸 我们是个人 我们是 我们是 不要讲那些东西 对 不要说不止的 不要讲 我们 我们尊重任何组织 好吧 尊重 我们 我现在讲了 我们只代表 我现在讲了 我让我讲的话 来来 对了 讲 你昨天晚上 你们有没有说 有个大哥会过来 有没有说 说过 是不是说过来以后 今天我们 那大哥也有事情 但是是不是你们的问题 那我们的问题 我们自己在进行 我们有没有 郭叔 这现场这么多人 都可以做这个是吧 大家打一个就行了 昨天晚上 其实是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 做不上肥 虽然我也不是 就是我没有必要 我已经知道很清楚 你说那个大哥 我愿意配合你们 但是你说大哥现在不在 又过来了 这不是你们的问题吗 那我过来 我就说我很忙的 你以为我每天过来 那我说把神仙请来 我今天就要把神仙请来吗 没有没有 大哥与事情 没有 没有 大哥是另外 等一下 我们这个 就现场这么多人 我们直接这个问题吧 你直接三块桩拿下来 我们在这里掉 对 你要不要打我们的砖 就这样 你打不打 打就行了 那就是 你说人中 我为什么打给你们三看 那我就是那个大哥 值不定一万人现在 我为什么要打给你看 代表 那你不是说要 那个大哥 我说那个大哥过来 你说那个大哥过来 我就是那个大哥 我说就是那个大哥 那你现在就 什么都你说的 你说要我拿什么东西出来 给你看 你要我拿钱给你看 我拿钱给你看 我们值不定 我们值不定 对啊 我们值不定一万多人想看 怎么样 那你是不是想看你们打 不是 有钱比不过你 我知道你也 我的意思就是 你偏要这么 你偏要不准备把他讲话 说有个大哥过来 那大哥拿到他 就是一天到晚 我们就聊主题 聊主题 对 你们 好 那就是他不打啊 那我们也算啊 你们打就算了好吧 那没办法了 约人一号哥哥回去后 又开了直播 我们来听一下 说明我们就是做的是真的 他们这个大哥不能是主播 因为他将来必须成在法律责任 是我的事 他的事将来做法庭 他都说得清楚 让他拿出诚意吧 还有诚意的说法 他们诚意 我在诉说 我走不了 对吧 线下没有人没有用 我已经没说过了 线上的人 线上的线下的线下的 如果说 他不找一个 他不找一个合适的工作人的话 你们死 你们怎么办 我就是不会打的 还有就是什么 他说的工作人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的找也没有意义了 本身如果是的话 昨天一气呵成 干嘛搞突然间 他昨天晚上说 大哥说好的事 刚刚碰面的 结果临时说 人有事不来 请问 作何感想 猎人一号关播之后 他哥哥又拿了两块砖 出来找到了妙峰 你需要 这砖是真的假的 你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现在你们打 我们的砖就行了 我们的砖就行了 那你麻烦你把他打掉 你们把他打掉 对不对 假的话你们 你们现在 我们是来 看你们打的 我们不用打 你们打不了 我打利比对不对 那你就打我们那砖 我现在听到 这砖是真是假的 我现在听到我们那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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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一样快要真是假的 你们现在把它打掉 你们打掉就看是真是亚 你试试 就是要求你们打 不管你为啥 你会有砖是真是假的 不是 你网友寄过来的砖都打了 你现在 你现在能不能把它打掉 问题你这个不是网友寄过来的砖 你不管是不是你现在怎么打 我本来就不会打砖 假的话 还有什么话怎么打呢 我假的也打不了 难以为你 怎么打一个 我们先不只能这个 对不对 那我一问你句话 那你打不呢 我们的砖你打不打 打 前例是你把那个打 你现在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砖 不要问我这个砖 这个砖是你们打 你们认为你们是有真 对对对 是的 我们认为打三块砖 这个我们 你如果不是尝试来说 不一定能打得断 所以我们过来学习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我这本的一件事 我们不认为你们有真是 我们看见事情 你肯定能打到五军 就知道了吗 这么近了 这个我不知道 你们是真砖 你说这不真的 你真砖 对你打你又不打 你说真砖你又不说 对那你打掉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搞不懂 你是人负义干什么呢 现在说这个砖是五军 有人说 妙峰为什么不打苏州的那两块砖 因为猎人一号没有出来 也没有答应 打妙峰他们带来的砖 如果妙峰动手了没打断 就证明了 猎人一号他们拿出来的砖是真的 那就会为猎人一号送上一分 但事实上 谁能保证 拿出来的两块砖 和猎人一号平时拍视频打的砖 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妙峰没有上当 后面猎人一号还想让妙峰一行 去他们家里打 妙峰坚持要在公共场所打 但是假的你自己不去证明 我们不去证明 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 你不要 那你去证明的讲 你不打 就是在吗 打假打假 就是因为你讲的所以打呀 现在你不打砖了 我不打砖了 能不能打 打我的砖能打就行 那打我的砖不是说他全国各地 你继续都能打的吗 没关系的怕什么 没关系的对啊是没关系的 那你在这里打吗 别去他那里 我去他那里干嘛 昨天也来了你没进院子 进院子干嘛 对啊我们进去 这里这么多能证明不是更好 要不这样子吧 两个一起打嘛 无所谓的 我们不是打砖头的 那个砖头是 那我如果不管打得了打不了 我再砸进去给大家看 我砸进来我就在这旁边那里 有棵树我看了 昨天就开始等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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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了走了 把证明就是这样子了 他不打他不打他 他都能打他 对他都能打他 关系有个问题他问我们 他那个砖是不是真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个砖是不是真的 这分是全国各地的那个砖头 寄过来他都能打 是不是都打断了 为什么我们带过来砖头 他不打呢 他不打啊 那个一号他都没出来 他都没有出来 一号都没出来 他出来别人就叫他打了 对吧他怎么出来 对他不出来 一直问那个砖 一直问那个砖是不是 可以了 这样子证明他是打不了 他打不了 我们已经证明了 我们自己没有弄出造假 过来是真实了就行了 他不打 那个 他想把我们骗到他家里去 都不知道 都是傻的 去他家里 他说我们学院直视 对对对对 市场明察对不对 他学院的那怎么讲 我不能去他那里 我跟你说他们刚刚忽悠我 忽悠我们 他们说那里是公共场所 他说他拍拍作品的地方 我不管我们这里也是公共场所 不是他是他 他想把工作室 他想把我们忽悠在他那个工作室去 对 去了那里的话我们就不对了 我们进去了 他就说口才不行 那个人没有 没有人说得过他 我敢说兄弟们 我跟你说那个人没人说得过他 他真的会说 我说各种脚片 关键是会说这种 突然有点欣赏满楼了大家都 欣赏满楼是吧 满楼直接打对 满楼点赞 直接打不比话 满楼直接打 满楼虽然没打断 但是他他不比话 对满楼直接打了 这家伙打都不敢打 他认为满楼是真真男人的 打一个满楼满楼 对满楼是条汉子 我觉得兄弟们 满楼比他强 比起来比他好多了 满楼比他强 满楼直接打人家 满楼硬硬砖直接打 砖硬硬马上就打了 这个家伙能各种借口 双方再次谈崩之后 妙峰离开了 到了一个停车场 决定等到四点 四点不来就结束行程 果不其然 到了四点人也没有来 然后妙峰就把自己带来的砖 全部砸烂 以证明自己的砖里面没有钢筋 只是普通的红砖而已 最终少林妙峰苏州打假 果然如小编三天前所言 不战而胜 全程猎人一号除了直播 都没有露面 并没有能为寸拳界赢得脸面 这个砖的上下绑起来 没有进行 我觉得很难有人做到 但是上面绑下面不绑 有一点进行 我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 哈哈哈哈 www